2020泰鲁阁峡谷音乐节10月24号要在泰鲁阁台地登场 上午下午各有一场精彩演出 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听音乐看表演 享受秋日的泰鲁阁时光 而8号上午泰鲁阁台地举行的峡谷音乐节的记者会 交请到台北爱乐交响乐团演奏四个曲目 让现场来宾感受到峡谷音乐节的魅力 今年的泰鲁阁峡谷音乐节 邀请到台北爱乐交响乐团 声乐家蒋启珍 泰鲁阁大理部落原住民歌手 以及打道等多位歌手来进行表演 泰鲁阁管理处副处长表示 欢迎大家能够历领感受 在泰鲁阁峡谷台地自然景色当中 听着悠扬的歌声陪伴的假日午后 那本次节目内容非常的精彩 共分成上午下午两个场次 上午尝试有这个 尸骨吉乐团 以及我们泰鲁阁族金曲奖歌手 以及搭道 还有这个远赴盛民的这个 彩虹螺旋乐团 以及阿米斯卡根乐团 那么下午的尝试更加精彩 包含知名的爱乐管学乐团 我们非常有名的女高音 蒋启珍 韩国知名南中英第一线 以及管受欢迎的钢琴演奏家陈冠宇 他们除了独自演出之外 还会联媚演出 当然还会包括我们泰鲁阁族的朋友 包含红莱合串团 以及其他水源国角舞蹈队 那这些节目 十个团体的个人演出 的经验都非常的丰富 所以节目内容绝对是精彩可奇 希望朋友们有空来泰鲁阁走走 顺便欣赏一下 泰鲁阁峡谷音乐节的音乐饗宴 今年演出的卡斯坚强 精彩的内容演出 值得您期待 泰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 今年泰鲁阁峡谷音乐节 已经迈入第19年 累计了许多的好口碑 也成为了每年东台湾的音乐盛事 希望透过峡谷音乐节 带领民众走进国家公园 尤其今年疫情严峻 更希望大家能在天宽地阔的 泰鲁阁自然美景中 乐活防疫 照顾自己的身心健康 记者林杰 秀林香采访报道